我觉得看讯号真的太重要了 昨天的这个时间点上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 期货多单大减 今天台股收黑 完全被我们前一天给预见了 那么今天就要看明天咯 没想到来 外资期货现货选择权 加总起来的金额 已经是三天都是负的了 都转空 再来Poco Ratio值 Poco Ratio值今天跌 可是它往下坠的抖度 更抖了三小台 小台在散户多空比 它是反向的 现在散户做多了 所以空单口数才会递减 它做多行情就这样 因此玉衡先针对今天的外资 如果再有一张 我们那个期货家选择权的 多单口数的那一张图 你看这不是下山 这是什么呢 这个也好恐怖 以上讯号好像都是偏向负向的 你觉得台股的外资的操作 下一步呢 的确在我们台股在万三 接近到万四这样的高点 那外资其实在这个部分 有开始出现在期限选 都出现下车这样子的一个讯号 那我认为短线上是 虽然中线不受影响 但短线上可能会开始 有一些拉回的警讯 大家要继续注意 您的短线是多短 我是大概就这一两个礼拜 大家要特别注意 两个礼拜就半个月了 这一两个礼拜 可能就会有一些拉回 但我们拉回之后 其实它并不代表说 整个盘是翻空 反而是拉回之后 我们看看是不是有更积极的买盘 去做一个介入 例如说在比较重要的均线附近 五日线 十日线 或是二十日均线这边 然后在拉回之后 外资是不是又重新站在买方这边 会变成一个 我们重要的观察点 好像听懂了 所以玉衡我确认一下答案 您的研判就是 因为十一月份 外资本来都是积极的大力做多 可是大盘来到了万四史高 靠近万四的力史高的附近位置的时候 反而外资有点点 从本来的积极做多 转向中性 但并没有转空 对或不对 完全正确 他这边并没有特别去翻空 或是避险避的非常多 我们从他的部位可以看到 虽然有做一些调节 但是并没有说特别看空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大盘的众多格局 暂时是不做改变 那么有兴趣咯 微良帮我看一下 外资今天是转卖的 那么外资投进买卖超 您看出什么迹象 好 先看外资买超的部分 基本上大概分几个族群 第一个来说就是面板 那第二个很明显 今天算是强力看PCB 因为有很多PCB的个股 所以我们先看到 包含友达群创 这个就是前段时间 外资有调节 但是这几天看起来 又有点悄悄的买回来了 那至于说PCB的个股来讲的话 包含目标价大幅度调高的 像金像电 还有另外像这个载版的三雄 星星 南电 景硕 外资今天都是站在买方的 那另外呢 还有包含像被动元件 龙头国具 LED龙头 金电 那大家这样归纳起来 其实发现很明显 外资现在买股票的想法 应该都会先看一下位阶 因为相对今年前面 十个月份外资是大卖超 就是你刚列出来的 位资转换标的的三大方向 没错 没错 所以资金要回来 他也不想帮内资 或其他的外资抬教 所以一定挑 明年的展望比较好 位阶比较低 然后筹码比较干净的 那至于说外超 外资卖超的部分 我们必须提醒一下 像今天这个股价非常强的联电 就外资卖了七千七百九十六张 那当然还有包含就是台积电 外资也减码了一点一万张 所以看起来金元代工双雄在这边 可能外资并没有想要积极去做追价 所以大家同样的 如果是空手来讲的话 应该也要等稍微经过整理或拉回 再来找买点 那至于说投信的部分来讲的话 大概分几个族群 包含也买了面板 那另外买了被动元件 买了记忆体 那我们看到面板的部分 其实投信买的是友达 那反而他对群创是卖超的 那记忆体就包含华邦店 南亚科 望虹这三档个股为主 被动元件的话 就是国具 奇力星 凯美 所以看起来在整个产业上面 有一些是跟外资还蛮有重复性的 像被动元件这个部分 或者说像记忆体 那所以在操作上面来讲的话 找一些法人共识度比较高 然后位线比较低的个股 应该都可以短打为之 太赞了 威朗今天九点整 帮大家追的外资果然换股操作 换到明年业绩好 现在低基期 筹码干净的 清一色不外乎这几大类 一 面板 二 PCB 尤其比较高毛利率的 三 被动元件 讲到外资买这三类 就想到投信的布局 有两类是重复的 面板跟被动元件 但是他没有买很多 PCB 他反而逆向买了 D-RAM 因此两大法人的动作 都帮您掌握过了 接下来玉衡请上来 台股的下一步 是他给我打强行针的 台股的中途格局是没有改变 因此过新高 盘中的历史新高 不用怕它背离了吗 MACD 正直的柱状体是在收敛的 所以这是背离 然后你看 9K 是89 这是9K 跌破了9D 90 89比它低 所以还是灌破 所以现在的KD 在高档是出现了 死亡交叉往下的 这两个难道不用紧张吗 还有 因为往下 我就想到了台积电 恐怖的巧合 他是期限过专家 大家就让他说清楚吧 台积电在早上9点0分47秒的时候 发生这件事情 散崩高达9.25% 这个moment 然后马上又拉起来 来回政府高达11% 有人说 又是肥手指 肥手指 错账 最好每个人手里手伸出来 给我看一下 有肥吗 有肥吗 不要每次都说肥手指 好不好 所以错账肥手指 真的是这样吗 或者是说 人家说 反走过 避留痕迹 先人指路 提醒你 台积电期货 历史高是505 现货的史高是506 我故意写给您知道的 也就是 期限货的史高 它可是逆价差1块钱的 所以解释这回事 其实我们先发现 刚才这个史高有差距 因为期限货不同步的时候 其实就代表说 这种背离 就代表说 还有技术指标的背离 都代表说 这个长期的趋势开始减弱 真的喔 对 所以我刚刚写 现货506的史高 期货 价格发现的功能 它比它低 就意味着涨不太动 没错 漂亮 那再来其实就是 今天这个散崩 我们来帮大家分析 其实很多人都会开始担心 是不是先人指路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以前散崩之后 后面的走势都不太好 每次避散崩 未来有一天避到位 但是我不会说币啦 对 但是确实是有这样子的迹象 但是我们今天来去观察 它其实今天这样跌幅 再往下打这边 总共是117口 100多口而已 它今天的成交量 100多口这样而已喔 对 因为它今天的成交量 是6000多口 6000多口 它占不到2% 对 所以然后今天的成交量 也没有比昨天大 就散崩这边是117口 对 OK 就是在495 这边以下 下方这边 这边大概117口 对对对 然后再来这117口 集中在某几家券商而已 所以代表说 它这边很有可能会是一个 然后它的标的 就是台积电的期货 这种个股期货 其实平常一般人交易的并不多 通常都是法人 对都是法人 对啊 所以我才拿来讲 没错 所以它这样子的研判起来 我觉得第一个 可能不是肥收值的错障 可能是城市的错误 大家开始写了 照你来说 第一个肥收值可能打叉叉 可能是城市交易 城市交易的错误 你给我再解释一下 城市交易的错误就代表说 它比如说在设定的时候 它可能挂两边挂买挂 这种做这个造势者 它可能设定错了 那这边一瞬间变成都丢市价单出来 那才会有这么大的卖压 电脑在按的时候按错 应该不是 肥收值的话 通常是我们想下单 我们人工要下单 但是按错 不要下买单 下成卖单 或者是这样 这种肥收值 但是城市如果你设定错 可能就是一直往下打 一直往下打 会造成像这样子的一个 短线上闪崩的效果 所以它只有瞬间 那应该就是 电脑在设定当中 突然间本来是 变成空白的市价单 对 所以我们其实在看这个时间点 9点整刚好是我们现货开盘 所以原本在8点45分到9点的时候 都还正常 现货一开盘的时候 可能第一种可能做套利 第二种可能爆 这种双边报价的这种设定的错误 造成它短线上这样打 那其实我们在日后 都还会看到更多这种散崩的状况 因为电子交易现在越来越盛行 以前都大部分都在起货 现在连现货也都是 因为足笔戳合了嘛 那只要是城市设定错误 很有可能都会有像这样子 瞬间打下来 反正怎么可能让它城市 常常出现错误 不会常常出现错误 但是有一两笔错误 在历史上的痕迹就很大 对 像之前台子期也有跌停过 那都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不太可能是小白吧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我问你啦 不太可能是小白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是小白 200多口台积電企股有很多钱 OK OK 好 那再来就是说像这样子的 它到底有没有往后指标的一个意义 对啊 因为我怕台积电日后会不会跌到 台积电今天收多少 跟我报告一下吧 2330 台积电今天收 492 所以就怕会不会日后跌到451 这边我没有办法去 因为这样去做 但是我先针对我们仙人指 如果仙人做解释 仙人通常要赚钱 那么厉害 今天这个显然赔钱 一秒赔四十几万 搞不好它布空单啊 布空单的话那还差这么远 这种你一打下去啊 我们看到就所有的期货商 大家都蜂涌进来 真实这个超低价的台积电 你会看到很多都是租赢了 所以很多人今天是抢在这边 抢在这边进去买 捡到就赚到了 马上顺赚啊 一天就顺赚 所以我认为仙人指路的可能性比较低 因为第一个我认为这笔单一定是赔钱的 这样往下打一定是赔钱 那再来就是它日后会不会跌到451 我认为这个差距其实有一点点大 451在哪 451差不多是 哇大概是在差不多在这 对我们可以看台积电期货的这个日线图 看一下它日线图了哦 日K线图 对日K线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 其实等于是回到之前起涨点的位置了 时间长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期货每个月都会进行结算 对也平台区起涨点 对而且今天其实并没有报大量 代表它并不是一个出货K 所以今天虽然有调节下来 但是再加上有这样的挫账 但是它并没有出现出货K这样子的样态 所以简单说451减到算你赚到 不要侥幸或者是等 说迟早会来到这我再来买 应该等不到 现在做期货没有人这样子等啊 不是啊我要说现货啊 2330等得到吗 我觉得机会并不到 他说不大了所以不要等 这只是偶尔不小心 你目前还没有看到说他整个要翻空的迹象 好那我这个要把急语截掉了 如果呢451只是突然间的一个不小心 那么台积电的期货以您研判会怎么走 牵动台股的下一步 虽然说这个我认为并不是代表整个翻空 但是行情会不会有可能在这边去做个盘证 我觉得可能性其实相当大 因为会出现这样子的错误代表 其实可能在操作上也有一点紧张或是急 这样的状况出现 就像这个行情可能 对你可能就没有那么谨慎 但是其实在这边只要这个红K没有被吞掉 我认为在这边盘整之后 还是很有可能会再往上过高 对嘛这样具体化我们就知道怎么看了 帮我跑一下红K 红K的下缘 这一干大概抓一下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是469 我们就抓470 470没有破 您的心就该安 不要再侥幸等 这个便宜的价格等不到了 今天是天上掉下的礼物 好大盘您怎么看 大盘的部分我认为 其实这一波的惯性还是沿着五日线在走 那如果这边有在明天可能如果有跌破的话 区间就会下移 那区间下移的话其实也不会很多 大概就是13550到13780的位置 那这边大概就是落到大概十日线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在最近的五日均量 其实有慢慢增加 已经从2000现在上升到2300亿左右 五日均量 今年下跌爆出2600多亿的量 您觉得OK还是 那通常2300亿我们往上下加个 震上加个10%到15% 其实都很正常 我们加2300加230上去 其实差不多 那跟微量一样 还算是健康的拉回量 而且是一个逐步回温的量 那其实是比较好的 这两个我们直接先看 可以先告诉大家周线五日线 周线在这边 就是黄色这条线周线 对那因为这边是沿着五日线上涨 五日线如果跌破的话 那很可有可能就开始进行高档的整理 您说就要看十日线是吧 对十日线在这个位置 刚好也是我们重要的第二个缺口 大概落在13700的位置 十日线是这一条 那因为它现在爬到这边 所以十日线我写给您是 13579 对所以13579到 你什么时候看到 股市竟然可以这么样的刚刚好 13579 好好好好 2680 航急一热什么都来了 你有看过这种13579吗 好来继续 所以就是十日线这个地方 对最后防守价值 没错 如果十日线都跌破的话 那其实因为现在离月线的乖离有点大 那其实就要就会有比较大回档 大家再来做谨慎一点 好大盘再来第三点来继续 好那再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几天算股市一直往上涨 但是外资法人的期选部位是慢慢的下降 是这样吗 你每天每个礼拜带来的这一张图来看一下 这是两大法人的选择权也是在下降的 这是我们第四点的部分 今天已经开始翻空了 翻空了第一天 两大法人选择权 那另外还有一张是外资 纯粹外资的期货家选择权的图 就是我刚刚盯的 对就是这个 我们看到这一波上涨从这边开始 它在这边是往下走 但是往下走的时候 我们代表说大盘就马上回落 其实并没有 而且您这样算算大概十天嘛 十天左右大盘日可以请来一下咯 不对哦 我回到刚刚那张拍摄 我觉得不是这十天 如果从 因为这一天一个棒子嘛 一二三四差不多在这 从这个地方大概有十五天左右 大盘日K 以后如果这个那么重要 十五天 所以您算一算 十五天前还在这个地方 还在起账阶段 对所以其实 完整来说这个起账 其实外资在期选的部位 期货的部位至少是没有赚到的 对 但是选择权的部位它有赚到 对 对所以选择权的部位也开始下车了 期货部位没有赚到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认为说 它其实在这边并没有去积极的做多 做多不稳 对 所以我们这一波市场的参与者 大部分都属于偏内资 所以当我们就要去看 那内资什么时候做一个测资 内资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开始看 现在一开始内资是在集中的部分 现在是不是开始转到贵买 对现在这几天有发现贵买开始比集中来的强一点点 当集中在比较弱的开始做休息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要开始看贵买的表现 那贵买的部分我们可以观察169到177的这个区间 贵买的K看一下169到177在哪 177就是前面这个高点 那169的部分大概就是这个颈线的位置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观察 从这边震荡之后 是不是往上去挑战前面的高点 对 如果177有过的话 它是创13年高还不到史高 所以177是目标区 对 然后169是防守区 没错 那其实我们还看它的两个技术指标 KD的部分虽然有开始在80以上开始 好像要开始做史查 但其实并没有 还没有 来我们让数字来说话 9K是89.36 并没有比9低88.94来的低 比它低才叫死亡交叉 所以现在还处在快要动化 快要死亡交叉的前面 那史查之后 其实我们还是要看 要史查破80才叫翻空 在这个技术指标上 还没破就没关系 那在MACD的部分 其实也是包含的柱状体 跟快线跟慢线都是往上走的 对 所以它整体来看 目前从技术指标是比加全来的强 那我确认一个答案 最后放在这咯 今天礼拜二 对 三四五 因为它说集中可能会整理两个礼拜 所以这个礼拜的下半周 到了下个礼拜 会不会是内资主攻 OTC 这点内资还包括了主力大户 微良的集团作帐 包括了内资法人这些等等 然后呢 等到他主攻攻上了177之后 才会轮到了集中再转强 这样个顺序对或不对 对我们不能排除有这样子的可能 而且可能性其实相当高 这样子 OK OK 那就等待这个良性循环咯 谢谢玉衡 请回座 开始帮大家整理归纳 它的大盘重点 今天呢 吓死人也 是在这一张台积电期货 近月期货 现在9点0分47秒 的那个瞬间 闪邦了9.25% 是错账吗 是小白所为吗 刚玉衡说了 不是 他的研判 台积电个股期货 通常都是外资法人在做 很有可能法人因为会担心会紧张 总之就是情绪比较不安一点点 会比较担心 因此呢 他的城市设定当中 有一点点小失误 才会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我也问他了 451块的台积电个股期货 现货2330会来到451的现任指路吗 会吗 他说可能不一定 也应该几率不大了 台积电应该会在高档 或者或者或者 所以呢 对大盘集中就等于是在整理阶段 说到了集中 提醒您 只要周线或时日线 有守住 多头格局 中线来看 不阻碍的 第二个 今天呢 收黑70点 量2600多亿 其实还算是健康的 还算是安全 预衡跟微然的看法 针对量都是相同 但要小心的是法人动作 其加选 原来早在十几多天前 做多的力道就一直在做地检 再加上它带来那张图 如果从外资饲饮商选择权的多空变化 没想到有多翻空了 你有没有看到翻空了 这就是外资从积极做多 转为中信保守的现象 那怎么办呢 集中休息 有什么怎么办 就靠贵买咯 内资撑起一片天 今年的一到十月份 不都是内资拱起来到台股创历史新高的万三吗 外资十一月份才归队 所以再加油 我们内资再团结 有可能内资团结带动了OTC 过了177之后 集中再轮到它的表现 以上结论 月航正确吗 完全正确 谢谢您 赶快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月航的第二大题 要教您 期货也可以长报 散户拥有很多的小台纸期货 长报 上礼拜二一赚 今天教您二赚 怎么赚 赚什么了 感谢观看